好 继续要来关注的是 就因为同事之间有嫌隙 竟然就开枪杀人 在南投这名男子说 在下班途中 遭到了这名前同事 在行径间开枪 而且郑重他的太阳穴 当时开枪的过程 都被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器 给拍了下来 我们联系给记者陈佳玲 佳玲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可以看到这台墨绿色的箱行车 就是被害人的车子 当时他下班要回家 那么凶嫌就开车 在他的后方 等到车辆在下一个路口 左转的时候 他就开到被害人的车辆的平行 等于去是在右边的位置 两车几乎是在行径之间开枪的 那么等到凶嫌开枪之后 被害人的箱行车就失控了 撞到路旁的银色轿车 才停了下来 因为子弹是正中被害人的太阳穴 那么被害人重弹之后 人就趴在方向盘上昏迷了 而当时整个行凶的过程 也被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器 整个拍下来 被害人当场脑僵四溢 送医急救后 最新消息是 医生判定伤重 而家属也决定 留着被害人最后一口气 回到南投老家拔馆 以上是来自南投的最新状况